1955年9月27日 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 授予朱德等十位优秀将领元帅军衔 此外还有苏玉等十名大将 萧克等55名上将 廖汉生等175名中将 以及胡继城等798名少将 那么你知道 从开国少将到开国元帅这五级 分别都享受有什么样的待遇吗 关于中国军衔制的变迁 在三千名红军授贤少孝贤的文章中有写 所以这里不做过度赘述 我们简单来说一说 55年授贤前后的故事 元肃于大将的秘书居开曾提到 在当时的军衔评定工作中 各级军衔评定的直属负责部门并不一样 中央政治局考虑元帅大将军衔 中央军委考虑上将至少将军衔 考虑好以后报到中央去批 但不管是中央政治局还是中央军委 大家都在为元帅何人可担 将军何人能当等问题纠结 毕竟军队中为新中国建立下 不适之功的开国共产很多 必须要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这样才能确保大部队的稳定 军衔实时委员会 在进行军衔评定的工作时 除了综合考虑干部的现任职务 政治品质 以往军队经历曾经的战绩以及业务能力等 还附加了一条平线标准 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这条标准是什么意思呢 邓小平针对此指出 我军对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 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 过去有三个方面军 每个方面军又是有好多山头结合起来 这就自然的不同程度产生了山头主义 从表面上来看 解放军军队内的山头不是北洋军阀 以及国民党各派系那样互相使办案子 但其间关系也特别复杂 如果在论功行赏时没平衡好 很容易埋下隐患和祸根 基于此 相较于综合考评干部们得财职的工作 如何平衡和排队变成了当时工作量最大 也是难度最大的任务 宋任琼当时担任了解放军总干部部的第一副部长职务 他在回忆55年平衔时颇为感慨 虽说少将以上的军衔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直接掌握 但这平衡排队的反中任务还是由总干部部完成的 宋任琼表示 遇上拿不准的情况就参考平衡原则 这在平衔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比如说在考虑开国元帅时 朱老总和彭老总自不必说 一直在军中扮演着掌控战局的重要角色 也立下过卓著战功 被评为元帅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贺龙元帅则是因为曾是南昌起义和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被评为元帅 徐向前曾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评为元帅 其他六位元帅 林彪是四野的代表 战绩和指挥能力首屈一致 刘伯成是二野的代表 陈毅是南方三年游击战 新四军和三野的代表 聂荣针是华野的代表 罗荣环是正宫代表 彰显正宫在解放军内部的重要地位 叶剑英是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 地位特殊 然而即便是遵循平衡原则 反复多次的斟酌 降级以上平衔结果也未能让每个人都满意 不满意的理由大致有两点 一是自认为不比某个级别高于自己的干部差 所以不满意自己的军衔级别 二来就是从开国少将到元帅 五个级别的待遇权力地位确实差的有点多 依照当时中央的有关细则规定来看 元帅属于行政三级 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 大将属于行政四级 待遇和副总理一样 这里查一句 我们经常说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是这个短语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 其实就是大将以上的干部 而上将中将则分别属于行政五级和六级 前者与国务院秘书长一个待遇 后者则享受部长待遇 由于中将以上的将帅都被归属于高级将领的行列中 故而他们可以配备警卫员 秘书 保健医生 以及厨师等 从综合待遇上评价 中将就像是一个分水岭 中将以上的待遇权力地位等要更高一些 中将以下哪怕是同在将级级级别中的少将 待遇上也只是与部长齐平 可以赏受部长级的医疗照顾 具体点来讲就是 中将以上的干部日常伙食费 虽然要从工资里扣 但他们有特殊的买菜渠道 原国务院副总理 姬登奎的长子姬婆明回忆说 崔氏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 东西好一点 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 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一些 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 那里能买到 种类丰富一些 并且像警卫员 秘书 保健医生 以及厨师 司机等 这些都是工价派遣的 并不需要干部们自己出钱雇 少将就基本享受不到这些福利 但他能享受比将级以下干部都要好的医疗照顾 此外 等电冰箱彩色电视什么的上市后 将级以上的干部们 可以得到国家分配的这些先进家电 办公的地点也会优先装上空调 这在当时都是稀罕货 也正是因为如此 开国少将中委在临终前 还特地将其怎么处理写在了遗嘱中 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 上交给党 要是这样还不好理解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开国少将到元帅五级军衔的薪资 纪泊民回忆说 1954年干部订工资就再没有涨过 且甚至还降薪了 在1956年苏工二十大以后 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有弊端的毛主席 对等级工资制提出了批评 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 悬殊是太大了 将来可以考虑减少一些薪金 没过多久 国务院便拿出了降薪方案 行政实际以上的干部全部降薪 在这次降薪之前 元帅、大将、上将和中将的薪资 分别为478元、425元、387元和355元 少将的薪资为310元 降薪后元帅、大将、上将和中将的薪资 降为430元零两角、382元零五角、348元零三角和333元零七角 少将的薪资就变成了291元零四角 从数据上能明显看出 降级以上干部的待遇差别有多大了 如此我们大概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当时会有人为军衔等级斤斤计较了 正如朱老总回应毛主席 男儿有泪不清谈 只是未到受闲时的讥讽时说的那样 肩上少一可斗 脸上无光嘛 同一时间当兵 谁也没有少大张 回到家中 老婆也要说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平静的接受了各自的军衔 甚至有人还认为自己被高屏了 希望能够降级 賣家中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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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